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台股 還是不脫量縮整理格局 只是在今天市場的觀望氣氛 也可能更加的濃厚 因為早上傳出來嘛 川普簽署了這個香港人權法案 不過這個可能也是在市場預期中的事 不過這樣這個訊息又釋出來 大家也會擔心 這個12月份 中美貿易是不是有和談簽署的 這個第一階段會有所影響 我覺得這個都是大家所擔心的 不過如果回到市場來看 我們講這個股市總是走在前面 還沒有所謂一些特殊性的反應之前 原則上不用太過悲觀去解讀 這件事情的一個影響 如果情形很嚴重 也許在今天都會出現比較大的反應 不過市場整體來看 今天亞洲市都還蠻冷靜的 好 那既然這個盤 我說都在我們的規劃當中走勢 那我說過一些指標個股 還是可以比較積極的一個偏多去看 我們這一波持續追蹤的緊縮 這是他月線的形態 我一直強調低機器 絕對是夠低 日線的架構 我說這都沒有問題 沒有出現敗壞的跡象 它沿著它的一個上升的慣性 絕對還有機會再墊高 因為目前都沒有轉空的跡象 整理完 工休息 整理休息 工 整理休息 就是一個階梯式的一個上揚 好 我們這裡有談到的 電池的性能高 今天比較可惜 收了比較長的上限 不過好的是這個小VD也出現 好 那8021的尖點 今天也比較可惜喔 功高的一個壓回 不過24.7 我覺得是有機會再去做挑戰 最近滅盤果很強 就是因為低價低機級的反攻 群創這兩天都大量的一個上攻 那同集團的 這個驅動IC的天域 他也有快充IC的一個題材 目前走在一個收斂的末段 我覺得 以明年的產業來看 也是具備反彈的一個契機 所以我覺得很多轉機股 都是 投資人可以多加著墨的 那至於怎麼做 歡迎各位跟上我們的腳步 最後這時候再次超出順利 掰掰 本公司與所推介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對 右上角的訂閱內容 給他用力的按下去 我們精彩的分析內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 可以觀看到過去的一個 紀錄影片 想要提問 留言區的部分 就是給大家發問的地方 當然千萬不要忘了 叮噹一定要記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時間收看到 最及時的資訊跟影片 對